大家好,我是陳美濤 今天想說溫瑞安的布依神相 布依神相是一個系列例 男主角李布依是一個武功高強的算命先生 看起來好像行雲野學沒什麼目標 其實什麼都關他事 無論是破案、邪派還是有日本忍者 李布依也會去幫忙 再在關鍵時刻花險為宜 簡直就是江湖打999 除了武功,李布依經常用看相去解決問題 因為他出名看相準確 所以關鍵時刻打開打時就 咦,我幫你看相先 其實就是玩心理戰、出口術那樣 既然李布依智勇相傳 他威了,故事就不好看 所以就有個傅晚飛 武功不敬,跟著李布依走南闖北 再憑著一腔熱血搞問題出來 這個系列有些角色是相當出色的 例如神醫賴若兒 有早睡症 滿頭白髮 但仍然英俊,易逼雲天心情款款 他一直收集珍貴的藥物 想治好自己的病 後來他喜歡了個美女煙夜來 又開心又糾結 怕自己未老才會付不了責任 最後賴若兒終於找到藥了 但他沒有醫治自己 而是用來救煙夜來和死鬼老公生的兒子 相當偉大呀 布依神尚也有些好型的殺人方法 例如心跳殺人 就是令對手的心跳得很快 最後整個人七孔爆血死了 聽下條子不錯呀 但死人是不可以再出場的 想像力豐富的死法太多 就會令到很多角色出場就是為了死 讀者一見到哪個新角色出場 都覺得他下一回會死 沒什麼安全感呀 至於布依神尚系列的超級美女 葉夢色 一出場被捨到天上有地下霧 我就在想 你這麼漂亮沒什麼好處的呀 遲早都會被人強姦 果然 他都是逃不過命運的魔爪 因為溫瑞安的故事有兩個特點 朋友是用來配叛的 美女是用來強姦的 包括有被爸爸強姦 被陰陽人強姦 被變態爸爸奸殺 過程還要描寫得很細緻 而且這些強姦案 很多時對劇情的推動是沒什麼必然的作用 即是非奸不可 我覺得都是作者的個人興趣來的 當然 電視劇改編就不會有那麼可怕的事發生了 不要說強姦 連賴若儀也沒死 還有林峰來做 很受歡迎的 另外 電視劇也加了條主線 正邪鬥爭 反而解決了布依神上架構有些省 想到哪兒寫到哪兒的問題 大家又喜歡這個系列呢? 如果您能夠多人請搵 你不喜歡這個系列 或訝這個系列